90年代末期以来 全球高等教育从精英走向普及 大学生数量成长数十倍之多 短短十年之间 台湾的大学数量暴增 大学教育与产业期待出现严重落差 在世界急速变迁的今天 大学中所学的专业知识 可能在毕业后五到十年间完全过时 如果念大学无法为自己加值 究竟为什么要念大学 天下杂志专放张曼娟 洪澜 陈文茜 易志言与王伟中 来谈大学生必须具备的关键能力 我们很相信说你把母语学好 你再去学其他的语言 或者是学其他的学科 才能够得心应受 如果你的母语不好的话 其实你的整个逻辑性有问题 那你在学任何东西的时候 都是会有困难的 语文教育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就是你要花很大的力气 才能够让它往前走 但是你只要花一点力气 它就会往下掉 那我们的孩子们 因为前几年不用考作文的关系 所以已经完全没有作文的训练 因此他们是完全不写作文的一代 那他们不写 他们就不会使用标减符号 就不会断句 不会分段 没有办法很完整地表述自己 那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无法完整地表述自己的话 他就是一个不完整的人 就好像你自费武功 然后别人都去练了这个武功 可是你自费武功 那不是很可惜 人生你一定要读了很多的书 才不会犯错 我们说经验 经验要传承 对不对 今天没有透过文字 你怎么传承到古人的经验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所有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 在古人身上都发生过 只是你今天看了书 碰到你身上 你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现在很多孩子不知道该怎么办 头蒙着就躲起来了 你看到上次 三个孩子去玩水 就一个女生掉下去 有没有 孩子跑回家去睡觉了 就不敢 连跟他的父母亲讲都没有 这是很不对的态度 可是我们现在到大学生 都有这样的现象 不敢面对 这是不对的 今天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教的 所以孩子需要在真实的社会的情境里面磨练 所以阅读有好处 从古人身上得到你的经验 我觉得阅读打开你的视野 看到人生是怎么回事 年轻的时候常常看不到老 可是你从阅读里面会看得到 那么阅读我觉得还有一个好处 其实是同理心 你没有看过这些 我们说饱汉不知恶汉鸡 你肚子不曾饿过 你不晓得肚子饿的人是什么样子 所以你就会产生说 何不食肉迷这种风凉话就出来了 我觉得阅读其实很重要 所有的学生来讲 最好的教材既不是教科书上写的 也不是宇伯伯推荐的书 就是当代发生了大事 他怎么回过头来 就改变这些学生 学校里有很多你教不到的东西 学不到的东西 台湾也有很多你学不到的 所以你就自助我们说自助旅行 你就自助教学 当代有发生了大事 你一定要参与 第二个这是在台湾内部 在暑假期间 我觉得你应该自己选择 自己去当exchange student 你念经济的 国际经济的 国际金融的 你念外文的 whatever 你知道吗 你念考古的 你念历史的 你有多少exchange的时间 说我到中国 现在正在长安 就古城 长安古城 就去那个地方 你就给你自己一个自助教学 一个plan maybe就是说 我们的教育没有主动给你这种channel 但是你就想办法像台湾那些当年 70年代 白手起家拿 007的起你家一样 你就自己拿起你的 皮箱 手提 就变成你的背包 你就自己想办法 去那个正在改变 创造大事情的国度里头 去当exchange students 去那个地方感受它的文化 感受它的历史 我一直觉得大学教育里面 对我而言里面少了一个哲学 那这个知识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就是说当过去三千年五千年 每一个聪明的人 有学问的人 先胜先贤 然后都在用他们的方法 解释生命的时候 我遇到生命里面的问题 我不会盲目的到处求生问补 当我知道三千年前的人 跟我碰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 我不会有那种孤单感觉 然后我一下那个历史 我的存在是跟历史有关联的 我不会孤独 然后我会在这里面 寻求即使是最感性 或者最低层次的做法 我寻求到 因为他跟我一样 他有这样的看法 然后我即使是这样 不孤独寻求到慰藉 我都是一种历史的感觉 然后我不会把自己看小 也不会把自己看小 那这四年很快就过去了 很快就过去了 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这四年刚好让你比较自由 训练你入社会的做人做事 我就培养自己的纪律性 蛮重要 没有人告诉你几点起床 也没有人告诉你 什么时候会点名 也没有人告诉你 该选什么课 交什么朋友 该利用暑假寒假 做什么事 都是你自己 尤其现在是在不讲纪律的情况之下 你还能够纪律 一个不讲纪律的环境 我觉得那个对你以后人生做很重要 越自由的环境 越要懂纪律 越要自己有自发纪律的可能性 我常跟朋友聊天 我说我终于体会到的事情 就是顺着天分做事 你的个性做人 你真的 你还是要顺着你的天分做事 就是你真的会什么 我觉得你这哪方面是长处 要想清楚 其实每个人都每个人的天分 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创造力 但是问题有一点 你到底没那样的纪律 我觉得每个人老天都给你天分 每一个老天都给你创造力 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都有纪律 你必须要用你自己管理自己的纪律 有些竞争环境这么强烈里面 运用自己的纪律 去管理你自己的天分 跟你自己的创造力 然后选择到你自己最适合的行业